稳健最佳化 为什么要这个动机motivation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C跟A跟B 这个在线性最佳化里面 线性最佳化 线性违规跟线性的整数规划 所以我这边是用线性最佳化 它很多不确定性 比如说你的销售量 可能是预测值啊 你的利润是预测值啊 你东西卖不出去只要打折啊 所以会变化啊 你尽量 比如share最近 对不对 供应链 这个吃紧 IC就要涨价啊 你原本跟他讲说进销是5块 现在没有人家涨价 不然你不要买啊 车子都放不动了 所以呢 这些A跟B跟C呢 都是估计值不确定性会变化 就在真实世界也是都会变化的 那所谓的稳健最佳化呢 就是GOT AGAINST 就是预防的所谓的不确定性 所以关键问题说 如果你的PRIMAL 你的主要原本的问题呢 可以用多项是时间来解 那么稳健的对应问题 ROBUST COUNTERPART 我们下礼拜会教各位同学 有没有相同的性质 当你有不确定性的时候 原本多项时间 原本的问题是这样子 新的问题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不仅要讲最佳化的问题 我们讲积极学习 所以后面会跟你各位同学讲 如果SVM原本是这个多项是时间演算法 如果有不确定性进来 我这个不确定进来的SVM 是不是还是可以多项是时间演算法 这个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演算法 可以多项是时间 我们训练的时间 才可以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 然后在机器学习里面 ROBUSTNESS 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 比如说我们考虑机器的状态 在这个制造业 或是服务的时候也是有机器 对不对 比如说医院很多的机器 医院是服务业 好 第一个回归的问题 回归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加工的过程中 这个刀把剩余的使用寿命有多少 因为 那分类的意思是说 你的这个装置OK 或者是需要被维护 好 那在ROBUSTNESS 意思就是说 我在我的预测的X 跟缓映的Y 有不确定性或错误 这个很正常 对不对 因为量测会有误差 我上课有讲过 我们之前有讲过 对不对 你光不一样 照下来就不一样 那就会有误差 所以当你的资料进来 然后有不同的分配的时候 比如说你本来用A基台的资料 去训练 那你用P基台 那两个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资料一直进来 因为新的基台 还没有资料产生 那你预测就会飘走 就不准 所以这个是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一点 会飘的激励 我们这门课大概也不会交 这个大家交好几个礼拜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找所谓的 安全的AI 什么意思 我们在实验室做的是A模型 但是在真实世界 它会飘来飘去的 那如果这个是拯救人命了 那怎么办 本来有病说没病 没病说有病 或者是说车子开 开开 那你自动驾驶就开到撞到人 甚至导致你这个生命的危险 那怎么办 所以就很多的实际上的 实际上不是我们想出来 是实际上 你还是面临解决的这个问题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教各位的是一个系统化的方法 首先有一个问题 然后建立数学 然后跟你讲它的演算法 最佳化 如果是convex optimization的话 很容易 或是基因演算法 我们这门课不会教 然后我们去研究它的性能 它的次加的这个程度 利用对偶定理 然后收敛的速度 我们这门课也比较少 强调这个演算法 那这个例子就跟Evtonema一样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基本的原理之后 知道说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跟它的质量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彻彻底底了解它的关系 那后来当然出现了相对论 因为呢 这个是假设你速度不够快 但是很多的原子电子的速度是光速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做修正 然后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所以我们要介绍各位一个系统化的方法 去解决系统化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是一学期又是大学部 所以有些东西不会讲 不过各位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具体的概念 这个呢 就是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方法 这叫系统的解决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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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